腿開始有一點微微的抽筋感 我們終於來到了今年的最後期末考了 我的身後現在就在台北市政府前面 我們今天即將要來參加2022年台北馬拉松 今天我要挑戰的是全馬的組別 你們看到我已經做好萬全的準備了 看一下 除了現在在吃的早餐之外 我身上還搭配了雨衣 雨衣裡面呢 我今天也是非常的費工準備了兩層 除了平常跑步背心之外 我還多穿了一層短袖的緊身衣 等一下在溫度的條件上 比較不會因為衣服跑到濕掉 可能到後面很冷 因為如果你們仔細看一下 後面5.45 旁邊現在只有8度 8度你能感受到嗎 我們已經熱身的差不多了 等一下就即將進入我們的起跑區 開始今天的全馬挑戰 OK 我們準備出發 GOGO OK 我們已經來到了這邊已經接近起跑點的拱門 我們距離前面的B區 應該只有一點點資格 因為我們今天是C區出發 我今天的配速員 就是我們跑團的教練 螞蟻 我們等一下目標是330 所以今天的天氣其實滿涼爽的 那等一下出發目標是先用450到456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還有一點在人群裡 所以不知道怎麼樣 所以等一下出發的時候還是要稍微穩一點 那我今天自憑啦 我覺得身體狀況還OK 昨天有睡得滿飽的 大概五六個小時 然後天氣已經是 幾乎達標還不錯的標準 就希望後段不要有太嚴重的抽筋 對 相信應該可以挑戰成功 我們就靜待開始的這一刻 人超多 8 7 6 5 4 3 7 1 GO 按表 按大會的 我要大會330 快點 開始了 開始了 都不會動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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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 出發了 出發了 我們用了一分鐘的時間 才抵達急跑點 出發出發出發 可惜 好 好 測到 快點 你已經陳述�了 先跑到 旁邊那個 大家開始 我們是在這位置 有一點 黃金位置 出發出發出發 好啦 我們即將往仁岸路圓環前進 GO OK 1K第一公里五分三十了 剛剛停在原地 所以從原地出發大概耗時有40到50秒 所以我們現在大概均速還是有到四分四十 慢慢抓回到比較穩定的狀態 原來旁邊我們的配助團隊 三森林也在旁邊 很久沒跑陸海賽 其實還是有點興奮 剛出發不免俗還是小小超速 但現在第二公里要慢慢抓回到比較穩定的配速 因為其實剛剛在剛出發都跑蠻快的 然後我們剛經過仁岸圓環 現在即將抵達復興北路 繼續往前進 前面大概有二十幾公里 從這城市繞繞繞去 第二開4分37秒 剛剛第二公里還是有點小小超速 不小心追趕人群 我們現在回到比較穩定的配速 手把剛才是四五零到四五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在仁岸路比較散開一點的位置了 那前面十公里大概都是在仁岸圓環 跑到重通室這附近繞 所以前面真的比較相對和平一點 平緩一點 但地板上還是蠻多貓眼石 還有公車制的那個超出顆粒 還是要稍微小心一下 三公里 四分四六秒 所以上次逐漸回黃河中 慢慢回到比較目標的配速 但今天真的好冷啊 皮梯子流 差不停啊 四分五十秒 第四公里 我們即將抵達總統府 等一下會在總統府這邊繞行 中正經驗堂一大圈 試試看試看 四五零是目標配速 OK 已經到了中正紀念堂 然後這邊是5K的水站 有沒有看到大家開始急了 手套先脫掉 等一下才可以 手套不會撕掉太多 慢慢往左切 小心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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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乾 OK 步去完成 稍微喝口水 慢慢歪 第一個補給完成 應該是沒有浪費太多時間啊 只是這邊路變窄了 草擁擠 第五K 四分五十五秒 剛過了水站 現在還OK 可以現在大表 二十四分十七秒 代表第一個五K是在二十五分內完成 目標是三三零 每個五公里就是二十五分 OK 繼續維持 第六K 四分五十秒 六公里了 我們現在已經繞行 中正經驗場 一個摸自行 抵達六公里 第七K 四分四十七 我的第一條果膠 預計在七點五可以吃 所以現在 等一下前面應該就是水站了 記得要先脫手套 不然拿水會吃掉 馬上掉出來了 還好我有多帶 要建議大家 要多帶一條果膠 因為我之前就有經驗 不小心太冷 然後拿出來果膠掉到地上 你看比賽就跟你說 有可能會掉果膠 馬上示範給大家看 OK 等一下準備拿水 走到記得要脫掉 不然 也會死掉 走到死掉太冷了 我喝到運動飲料 他那個杯子顏色不一樣 運動飲料是藍環的 然後水是全部白色的 OK 補給完畢 下一個補給點 十五公里 繼續出發 中小西路右轉 直接穿過北門啊 這個路段縫度蠻大的 所以盡可能躲在人群裡 可能是比較好的選擇 然後最近我覺得是蠻有特色的路段 因為昨天會跑在台北車站前面 然後跑一跑會直接 跑一跑會直接進到商圈 喔 體力流出來了 這間跑步的感覺蠻妙的 而且搭配上今天的天氣 完全有在日本跑步的錯覺啦 那天去雜荒嘛 海比今天還熱耶 所以今天 今年跑到台北馬拉松的跑者 超級幸運 在台灣就已經體驗到了 國外的城市馬拉松 第9K 4分49秒 我們已經抵達 中投服 現在已經是 9公里快10K 前面就是 現在9.63公里 前面就是10K的水站 中間呢 就準備跟半馬組的跑者會合了 就是走中山北路 熱情的姐姐們 小河口水 小河口水 加油 加油 在後面喔 後面還有 後面還有 後面 哇 加油 要回來了 剛剛有先生竟然 直接給我從這裡 丟水過去耶 這樣會噴水噴上其他人啊 大家還是要靠近一點丟 加油加油 回到 中山北路 哦 半馬領先集團 28分鐘 哇 一個集團啊 刺激啊 哇 9K 28分啊 哇 9公里而已 他們跑28分 平視大運的團 其實要跑這麼快 12K 四分四六 12公里了 12.5K 天山 準備來喝一下 運動飲料 稍微往後跑一點 OK 補給完神 大家往後跑一點 所以這樣還超級多 沒有人在排隊 即將 登上第一個 上坡 中山橋 已經跑了13公里 幾達原山花坡了 但是現在有個狀況 注意痛了 有點想吃上廁所了 等一下看狀況 如果看起來乾淨在廁所 不囉嗦直接進去啦 距離還很遠 這跟 通常就是 第一個開始降速的地方 14K 四到五十 就看看後面 這邊記得喔 小步一點 飛去快一點 盡可能的 不要掉太多 但不要想著要維持速度 因為一定不可能 哇 萬馬女子也要 冠軍 也要超過我們了 下橋啦 廁所到了耶 但感覺有點不見 下橋又走完 14K啦 看他人多不多 可是我現在有點沒感覺了 好啦 先不用好了 放棄了 10分49 準備要來吃 第二包果膠 前面就水戰了 吃果膠 現在 第15公里而已 看到廁所了 忍不住想停下來 不好意思啦 上班壓力太大 主管總是針對你 同事們還總是扯你的後腿 下班找不到地方宣洩嗎 還是覺得你的身材不好 肚子太大 屁股太垂 整體非常的不勻秤嗎 還是你今年 沒有達到自己的目標成績 對於今年訓練計畫 遇到了瓶頸 回到終點的時候 看到成績覺得很餓嗎 DHRC總共有四種系列的課程 那從零經驗開始的跑者 你就可以選擇 初階班這樣系列的課程 第二個系列課程 就是中階班 那跑步的中階班 我們會針對 有經驗的跑者 那你可能在平常訓練當中 對於自己訓練是比較缺乏動力的 然後沒有跑者跟你一起跑的話 你可能會有點懶得出門 那這樣的話 中階班就非常適合你 下一個系列課程 也就是訓練營 那我們在訓練營當中 會針對你的目標成績 去設立我們在中間課表 所需要達成的這個大方向 那綜合剛剛的跑步課程之外 我們也有推出肌力系列的課程 我們會透過一些跑者的肌力訓練 來強化你在跑步當中 所需要的這些特殊肌群 這樣在你的訓練跟跑步兩個示範公開之後 對你的成績進步也是非常有幫助的喔 現在加入我們的課程 你可以想要的就是 每週一次的跑步訓練 那除了課程之外 每週末也還會有跑步的團練 那就可以做長距離的一些LSD訓練 那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每個月至少還會有一次的自行車約期 在這裡你可以享受最沒有壓力的訓練 以及跑步所帶來單純的樂趣 我們是DHRC夢想高飛跑團 我是你的教員梁哲人 期待你的加入 我們就課程見 不知道大了多久 趕快趕快趕快 太開心了 今天早上 一連串的熱身 自己來不及去上廁所 結果剛剛犯了一個小錯誤 就停下來浪費了4分鐘 但還好我們讓前面有多轉一點 所以現在應該還是330邊緣 這樣離氣球有點遠 但是順順追上它 我已經快到17公里了 現在在明水路 我們待會第二座考驗準備到達 就是20K左右會上 往南港方向的高架橋 就是第二座上坡 現在里程已經19K啦 20K 4分50秒 現在跑了99分 所以按照我們現在的進度 是可以順順的 330到終點 但現在有一點點感覺 水開始有點疲勞 所以還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跑步姿勢 OK 準備一下補給 20K水就要到了 OK 補給完成 我們準備上 準備上 應該是 南港 這條 快速道路 哇 外籍選手跳車 太冷了 這座選手可以看欸 21K 5分等 1小時 40分 現在過半了 還增加到半程 也是要用 一樣的配速跑完 才可以達標 所以後面繼續加油 但是上坡已經都過了 接下來考驗是進入 河堤的 逆風段 進到 環洞放架上面 這段應該是 爬完坡了 接下來應該是比較平緩一點 然後一路往南港 接下來應該是下坡 準備進河堤了 加油加油加油 22K 補給完成 前面開始 最後一個上坡了 看前面 25公里 4分49 現在跑了2小時 零4分50秒 最後17公里 這段風好大 在橋上真的不太好跑 前面水沾得到 加油 28K 剛剛跑 4分57 要進河堤了 最後14公里 腿開始有一點微微的 抽筋感 進河堤了 進河堤了 32.5K 32.5K 危險嗎 有一點 206你要好一點 最後9K了 彩虹橋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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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挑釁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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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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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秒 耶 壓線完成 右腳 這腳是內側好像 剛剛是抽內側 這腳抽後側 我的這個位置一直快抽 然後我就一直 只能微調微調的這樣去跑 耶 終於達標了 我跟你講我跑到後面好痛苦喔 最後的六七公里瘋狂抽筋耶 我的大腿內側跟後側真的完全受不了 而且因為今天天氣太冷 然後說真的是我自己練習不夠 我在比賽前最長只跑了25公里 然後今天是整整多了17公里 所以後面是一個位置領域 我跟我的就是教練 蚂蚁教練 後面兩個已經是笑不太出來了 所以跑到後面我覺得真的很有考驗的地方 是在上應該是環冬的時候 往那邊的時候風超大 而且他有兩次的上坡 我就上環冬第一次拼一下 第二次超級陡 跑到那邊的時候 我記得是20出頭 快30公里吧 那個時候腳真的已經快要受不了了 因為在那個時候 腳已經有那種快抽筋的感覺 然後下到河堤之後 第二個考驗開始 在後面河堤路段 風超大又超冷 好在最後最後 有守住330大關 沿途啊 真的很感謝大會的配速列車 因為其實我是一直看著他們 然後想著說我一定要跟上他們 因為其實中途啊 我大概15公里的時候有去上廁所 那上廁所我大概停了應該5分鐘吧 所以前面我們追比較多的這個秒數 都在那個時候用掉了 所以一回來的時候 哇 我的時間怎麼剛好是壓線 我就很趕 然後跟教練想要加速也有一點 很怕後面失速 所以我們就想說那就穩扎穩打 好在我在出發前的配速策略是正確的 大概每7.5公里就吃一吃果膠 對我自己來講是蠻適應的 就到後段 裹膠在能量上沒有覺得差太多 超級辛苦 但是我覺得今天 來跑台北馬拉松真的賺到 因為真的有體驗到 跑城市馬 又超級低溫 很像日本賽斯的這種感覺 真的超級推薦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跑台北馬拉松全馬的紀錄啦 我是你的家楊哲瑞 希望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下支影片見 下支影片見 谢谢大家